这金甲天兵身材高大,身上穿着全副的金色盔甲,手中提着一把金色巨剑,一副威风凛凛的模样,比此前幻化的各种怪兽骤然强悍了不少的样子,但身上光芒却已经比刚刚交战之时淡了几分。 见此一幕,赤色巨狼突然摇身一变,身躯瞬间拉长,却化成了一只赤色蛟龙。 下一刻,两头庞然大雾轰然向壮,赤色蛟龙卷住了金甲天兵的身体,但身上也被金色巨剑刺出了一道深深的伤痕。 呼的一声,赤色蛟龙张口喷出一道赤色火柱,击向了金甲人的胸口。 金甲天兵一只大手却已经抓住了蛟龙的身躯,另一只手将金色大剑一横,迎着火柱挥剑横起而出。 看似惊人的火柱在金光一闪之后,就被硬生生的一斩而开,金色剑刃于是不摔,砍向了蛟龙的头部。 枪的一声,一只赤红色的龙爪赫然紧紧地抓住了金色剑刃,赤色的剑芒将赤色龙爪啄伤得吱吱作响。 柳鸣点住眉心的手指一抖,庞大的精神力顿时汹涌而出。 赤色骄龙搏镜出一个模糊下,竟一下幻化出九个一般无二的蛟手。 九手火焦起起发出嘀吼之声,大口一张,九刀火柱吐袭一下,击打在了金甲天兵的身躯各处。 砰砰之声接连响起,金甲天兵身上的盔甲顿时被炸得粉碎开来,接着破空声一响,九个蛟手竟同时咬在了金甲天兵全身各处。 斯拉一声,金甲天兵高大身躯竟在九个蛟手猛的一扯之下,被撕扯成了数段。 各个金色躯干重重摔在了骨末之上,激起了漫天烟尘,金色躯干表面的金芒又暗淡了几分。 显然方才一击,让金天赤的精神力消耗也是颇为严重。 九手焦龙此刻的身体也比刚刚生成的时候变淡了几分,在半空中一个盘旋而起。 十八只巨木金光闪烁间,死死盯着地上的金甲天兵的躯体。 显然,只要其有任何的异动,焦龙便会立刻扑上去,将其再次撕成碎片。 柳兄精神力果然不凡,在下认输了。 正当柳鸣严阵以待的时候,泪台另一次的金天赤却骤然地睁开了双眼,哈哈一笑地大声说道。 接着,他站了起来,手中的金色圆盘光芒一脸之下,便切断了与光木间的金色光柱。 而幻境之中的金甲天兵的尸体,也瞬间化为点点金芒地消散开来。 六名虽然大感诧异,但也同样地收回了精神力,并眉头微皱地站起了身来。 刚刚他虽然略胜了一筹,但却依靠了化石创的精神力补充,并且金天赤明显还溜有余力,并非没有再战之力的。 这自然让柳鸣看似平静,但心中却有几分嘀咕起来。 胜者,飘红远,柳鸣。 黄一老者深深看了二人一眼,大声宣布着比斗结果。 此言已出,便代表着本次大笔的第一名的名字已经确定,四周周围围观的弟子当即哗然开来。 你做得不错,竟然能够击败我两成的精神力,希望下一次再见你的时候,你能够比现在更加的强大一些。 柳鸣的耳边突然想起了金天赤淡淡的声音,心中一惊之下,急忙忙去。 金袍青年却冲着提挤了一几眼睛,就笑嘻嘻地从擂台上飞绳而起,直接化作一堂金光的破空而走了。 顿时山峰上一阵哗然。 柳鸣望着万空中金天赤远去的身影,神色之中阴晴不定。 金天赤这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神秘弟子,突然自顾自地离去了,自然引起了台下众弟子的一阵骚动。 浴台之上的一杆真丹净存在,却不禁地面面相去了。 你去查一下金天赤究竟是何来历,是否是那位太上长老所收的内定弟子吗? 查到之后,速来告知于我。 浴台上某个角落处,一名身背灰色常见的中年男子,慕然向身旁一名门下弟子传音吩咐了一句。 那名内门弟子微微一点头后,并化作一道蓝红,朝某处方向,破空而去。 而同样的一幕,自然也在其山峰的掌座长老间发声着。 云一峰一阵喧闹过后,其余四处擂台的比斗也一一有了结果。 白宇高台之前,柳鸣等九人在此城一字排开,而四周的围观弟子,此刻也纷纷围在了四周,目光齐刷刷地往中间高台上望去。 此刻虽然战斗结果,大家心中已经有了眉目,但仍旧需要等待最后一刻的宣布。 爱胖男子倾壳一身后,再次站在了御台最前方,双臂往前一摆之下,四周的议论声音顿时加然而止。 随后,清了清嗓子,高声宣布道。 本次十年一刺的八院大比,至此已经全部结束,前三名分别是飘红院的柳鸣、金天刺,以及玄机院的赵婉音。 此外,柳鸣作为大比第一,除了租门设置的大比奖励之外,将额外获得挑选一门内门弟子秘书的资格。 与此同时,随着矮胖男子的话音落下,四周围观的弟子中正是爆发出一阵的喝彩声。 其中自然飘红院的弟子欢呼声最高。 毕竟,柳鸣作为飘红院唯一进入前十的弟子,此刻又夺得了大比第一。 院中无论是否与其相识之人,自然大多感兴奋异常。 柳鸣此刻面上也闪过一丝欣喜。 能够免费多修一门内门弟子的秘书,对其来说,自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 毕竟,即便是内门弟子,想要参与一门内门功法,至少也需要花费十万以上的贡献点的。 有些冷门一些的秘书,则需要甚至两三百万的贡献点,也是丝毫不为奇的。 否则,当初执法殿的人,就不会因为龙虎鸣与功这门很少有人修炼的功法,让其在百年内上缴百万贡献点了。 除了获得第一的柳鸣,有参与内门秘书的资格以外,大比排名前十的弟子,自然还有其他的巨我奖励。 以柳鸣为例,零时一百万,太清门宗内贡献点三万,一枚能够略增加些许突破化精瓶颈概率的乌盲丹。 排名第二的金天资,离开暂且不论,排名第三的赵瓦音所获得的奖励则是零时八十万,宗内购献点两万五千点,和另一枚乌盲丹。 其余获得前十的弟子则依次递减,不过其中最有价值的自然便是那梅乌盲丹了。 这也是大多数外门弟子参加外门大比的主要目的,毕竟一旦化精成功,便可以立即击一身内门了。 至于未进入前十,却排名前一百的弟子,则每人奖励十万零食,宗内贡献点三千,和一瓶增加法力的丹药。 在矮胖男子宣布过程中,一些前来观战的真丹镜强者,则纷纷从观战席上,一跃而起,换为道道颜色各异的霞光,破空而去。 不多时,御台之上,原本积极一堂的数十名真丹镜强者,并走溜大半有余了,而八院的院主等人,则无一例外的留在了原地。 其中,姜仲和梁掌戈互望一眼后,都大感有些尴尬。 历代八院大笔的前十弟子,虽然由于各种原因,并不能是完全由各大身份的长座以及长老看重,收入内门,并且即便是看重了,也往往在大笔结束后的几天里,才私自召见的。 但获得第一的弟子,却几乎都是当场就被收入内门的,甚至曾经还发生过,树座山峰的长老为获得第一的弟子,当场争执得面红耳赤的先礼。 而今这些长座长老们都纷纷离去,甚至都没有一个人向此次排名的第一的柳明多看一眼,自然就已经说明了他们的选择。 至于飘红院,其他上前想来恭贺的弟子见此,也都是感到满脸疑惑之色。 其他分院获得前十之人,陆续的在白院弟子簇拥下,渐渐离去之时,柳明却暗自苦笑一身后,冲江仲恭身一礼后,便也腾空而起的飘然而走了。 江仲本想上前对其勉励一番,但见此情形也只能摇了摇头。 梁战哥也叹歇了一声,并直接招呼飘红院弟子一声,一同离开了山峰。 没有多久后,有关柳明竟是三灵脉之身的消息,顿时在整个外门传扬了开来,不知让多少的外门弟子为之目瞪口呆,差点把下巴都给惊骇得脱臼了。 几天之后,柳明就不断地收到大笔排名前十的弟子中,被各大山峰选中为成为内门弟子的消息。 排名第三的八面女子赵岸音,在大笔结束的当日晚上,就被连一封的一名长老收入了门下。 白发少年侯坤在大笔结束的第二天清晨,便被云恒风的一名老道收入门下,专心修炼俘禄之道。 而身为青铜巨剑的青年更是炙手可热,竟有三座山峰同时派人向其发出了邀请。 最后此人在一番犹豫过后,进入了洛塞胡子所在的天见风。 除此之外,就连未能够进入大笔前十,只进入前百的表现出色的弟子,也有数人进入到了内门。 飘红院的周天瑞赫然就是其中之一。 柳明对于这个消息倒是表现得十分平静,只时任默默地每日吞付丹药,打坐修炼。 转眼间,距离大笔结束,已经过去了三天。 这一日,柳明正在洞府的密室调息的时候,洞府外顿光一闪,突然多出了一名四十来岁身形异常壮硕的中年男子。 这男子短发尽装,放衣显身,便由一股强大气息滚滚涌来。 正在密室当中修炼的柳明一个机灵,顿时站起了身来。 同一时间,一个深沉的话语声就从大门处直接传了过来。 柳明,你可在洞府当中,还不快快让本座进去。 柳明听到这一话再也不敢迟疑,得有一丝惊喜之意地急忙走出密室,直奔洞府大门而去。 片刻后,他一道法决打出后,洞门缓缓开启。 弟子不知前辈来访,没有迎接,还望恕罪。 柳明当即一攻守,朝面前撞手男子,恭敬地说道。 柳诗指,你也不必多礼,老夫金顶封张茂,虽然没有亲自前往观摩八院大笔,但对你的经历倒也颇有耳闻。 此次前来,主要是想确定一下,你的自治是否适合练本风的练体功法。 周年男子一脸平静,淡淡说道。 接着,张茂并没有等柳明再开口说什么,就突然一抬手臂,一把抓住了其手腕之上。 顿时一道热流从男子手心中一涌而出,没入柳明身躯之内。 柳明心中已惊,但马上感到了一股炙热之气,在体内七经八脉,四处乱窜。 先知,是对方正在测试自己的功法,登记收缩体内法力,静静等候起来。 片刻后,热气几乎将柳明体内游走了个遍,便再一次从柳明手腕之处一射而出,返回到了周年男子的手中。 周年男子摇摇头,眉宇间却闪过了一丝失望之色。 嗯,确为三灵脉资质,你眼下虽然肉身强大,但却没有与炼体有关的特殊天赋,和其他的特殊资质。 着实可惜了。 对了,我这儿有一本关于炼体的经验书籍,是我在宁野期修炼的心得。 今日相遇也算是有缘,此心得便赠予你,希望你能够从中揣摩出什么来。 花银刚落,周年男子单手一抬,一道金光飞射而出,落入柳明手中,赫然是一枚淡黄色的玉符。 多谢詹诗书后爱。 柳明心中虽然已经有了准备,文言还是心中大为失望,只能苦笑一声地回到。 周年男子微微点了点头后,便袖袍一挥,化为一道金光,一闪地离开了。 其他几名原本对柳明有些心动的各个山峰长老,在从张茂的口中最终确定柳明的确被三灵脉资质的情况下,并且也没有其他灵体在身后,一番斟酌过后也都打消了将其招入门下的念头。 始于天后,柳明获得大笔低,而最终没有被收为内门弟子的事情,再一次在八运之内传开了。 一时间众说纷纭,有关柳明的各种猜测传闻,络绎不绝。 柳明对此却显得异常的平静。 毕竟在太清门内,宁业期的弟子还是占据了大多数的。 就算六灵脉,九灵脉弟子始终无法突破化经境界平静,又或者好不容易进入化经期境界之后,只能停留在化经初期,也是常有的事情。 即便是那些地灵脉天灵脉的弟子,被一直困在化经境界,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的。 这一日,正当柳明在洞府的密室内盘膝打坐之时,其手上的须弥戒当中,却隐约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呼吸声。 柳明双眉一挑之下,当即放出神石,向须弥戒中一探而去。 须弥戒内的须弥空间的一角,那只印有淡紫色灵纹的葫芦灵气当中,一只仅有寸许大小的八足章鱼,正大口大口地吐纳起来。 另一边放置的灵石,竟缓缓地释放出丝丝灵气,卷入其口中。 那枚从云川大陆带来的八爪海妖之卵,终于复复而出了。 柳明剑子心中为之一争啊。 这段时间,他一直在为大笔忙碌着,倒是啥点忘了紫眉收卵了。 他当即手腕一抖,葫芦和八足章鱼右兽同时从须弥空间之内飞逝而出,并一嘴一右地落入其手中。 柳明当即仔细打量一番,发现这只八足海妖竟有四只黄豆大的眼睛。 八只处族上密密麻麻的有一些小肌孔,不时从中渗透出一些粘液,身上还依稀可见一些淡粉红色的灵纹。 柳明单手朝起身上一点,口中吐出一些晦涩的肉鱼,试图用通灵术与其沟通。 然而片刻后,他就大失所望了。 这只八足小章鱼啊,想必是因为在卵中待的时间太久的缘故,赫然一点灵性也没有,彻底丧失了智慧之力,如今只剩下了最低级的本能反应而已。 幸好这只幼兽还知道吸收灵石中的天地的元气,否则连生存都成问题了。 柳明面对此种情形,自然同样是束手无策。 他一番思练过后,只得选择将这只幼兽放入一个灵兽袋中,然后随手取出几枚中品灵石抛入其中,就将灵兽袋返回虚迷界中,暂时不管不问了。 而紫色葫芦中剩余的万年灵凹精血,也早已经化为清水,彻底失去了药性。 柳明只能将葫芦倒空,同样易受而起。